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国女王私聊视频曝光 说中国官员粗鲁 交锋论件栏目继续辩论 港独 台独 河南郑州农民饭花培 因不满政府强征强拆 一怒之下 提刀杀死了包括当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在内的三名工作人员砍伤一人 之后被特警围捕击毙 事件引发外界极大反弹 指责中国当局官逼民反 请看心灵的报道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薛港村36岁村民饭花培 因拆迁问题同当地政府发生争执 在遭停电停水后 于5月10日持刀杀死惠济区老鸭办事处副主任陈山等造成三死亦重伤之后当局调派公安及附近特警巡阻进行围捕 开枪将其击毙并封锁全村 据中国媒体报道 范花培金属指 死伤者除办事处副主任外 一人是空调工 另外两人身份未明 网传办事处副主任头颅被砍掉 事件发生后 郑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正式该事件 并称范花培被枪杀前曾开车冲撞警察 另据媒体报道 范花培此前曾借债60多万人民币 在家中兴建7层楼房 但其后跟当局所提出的拆迁赔偿方案存在分歧 事件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 很多网民留言指 范花培是继杨家之后另一个英雄 自由亚洲电台科约记者新林采访报道 山东省吴立县李家山子村村名李松山 上月被传销组织骗到四川绵羊 其后电话联系家人称被骗入传销组织 告诉家人想马上回家 但数日后 家人却收到警方电话 说李松山涉嫌抢劫 袭警在抓捕过程中被警察开枪击毙 李松山的哥哥接受本台采访时程 过去的时间太短了 是4月7号走的 9号到的 10月后这几千就脱离这个问题 他因为是让枪打死的 他打的枪太多了 脑门上 两个棒子上 腿上 这个事人家拿本人家说他枪击 这个事怎么做啊 他枪击的事情还有钱了 经常说他骑警 这名目的县城啊 他这个骑警 他的有一段录像应该是 他说那一份重要的就是 我老旧又是他们的冰箱了 他又有冰箱了 他这个是老远了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工作人员雷洋 被北京警方扣押期间离奇身亡 引发社会关注 北京昌平警方11号凌晨通报说 雷洋摔坏民警持有的摄像设备 因激烈反抗被戴上手铐 在带回审查途中 发现情况异常 送医后不治 通报称 5月7号事发当晚8点左右 昌平警方针对货银街道某小区 依足疗店存在卖银嫖娼问题的线索 组织便衣警力前往开展侦查期间 抓捕雷洋 昌平警方的通报还说 将委托第三方在检察机关监督下进行尸检 关注事件的北京律师马刚全 11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警方的这种调查报告是有失公正的 因为公安机关就是雷洋案件的当事一方 他自己对雷洋的调查报告 相当是自己又当运动员又又当裁判员 应该是由独立的第三方来进行发布 或者检察院来进行调查 调查以后进行发布 被控涉嫌寻衅滋事的湖北维权人士尹旭安 在被捕近10个月后 于5月10日案件转到法院后 终于首次会见了律师 披露在狱中遭到非人虐待 请看心灵的报道 湖北维权人士尹旭安 自去年8月20日被寻衅滋事拘押 至今已经10个月之久 期间当局一直不准会见律师 5月10日在案件转到法院后 代理律师令其磊在大野市法院复制了案件 并首次会见了尹旭安 令其磊接受办台采访时称 尹旭安反应迟钝 在狱中受到刑讯逼供 以及侮辱等其他不人道的待遇 被抓当晚因申请一个 曾对他逼供过的警察回避 被该警察辱骂 在被送到大野市拘留所后 被同房的人围住 被一个叫彭子健的人暴打 其按了三次警铃 管教材到场 却说你是垃圾该打 很长时间才把尹旭安送到医院缝了几针 令其磊说 令其磊还表示 尹旭安被虐待后 留下很多后遗症 如脑子混乱 记忆力急剧减退 其头顶因被打 左半部经常头疼 因其血压高 左心脏疼痛等 多次要求看守所 转诊治疗 也向住所检查室反映 但均被拒绝 预方给他穿红马甲 代表是重点管理对象 最近收到其家人的700元钱 被存在卡里也不让他使用 其身心受到很大的摧残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新林采访报道 中国维权人士郭飞雄 在狱中健康状况堪忧 却得不到诊断治疗 引发外界关注 海内外声援者自5月4日起 自发接力绝食 海外参云网的消息说 至5月11日 接力绝食已持续8天 共有79人参与 目前接力绝食活动 仍在持续中 山东烟台龙口市上万人 10号走上街头 游行示威 抗议当地拟建大型化工项目 担心会造成严重的污染 随后不久 龙口市官方发布声明说 决定环境评价论证工作停止 参议与抗议的李女士11号 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10号抗议时 政府官员并未出面与民众会面 而是派大批警察戒备 同时一遍遍播放广播 要求人们离开 离开时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的情况下 他里面开始在见识 所以现在是大家就是为了子孙后代 这几天吧 大家都陆续的上龙口市政府 要求龙口市书记出来 跟大家一个答复 给大家一个解释 跟龙口市人民一个交代 那现在龙口市这位书记 根本就是出面 现在动用了武警警察警力 封锁这个路面 封锁了市政府的 就是进入市政府的大门 然后不让群众进去 他们也不出来面见民众 而且就是说 外边放到这个婚姻喇叭 即便你们喊 统克民众说 不要被捕获 谁家是被组织者和怎么样的 要严惩不待 而且可能下方要抓人了 有关项目投资1500亿 年链有4000万吨 不少当地民众担心 一旦项目建成 会对周边地区造成严重污染 英国女王周二 在白金汉宫出席一个活动时 私下聊天被录像曝光 其中提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去年访英期间 中国官员表现非常粗鲁 当时女王和伦敦大都会警察署 高级警监 曾在习近平访英期间 负责安保的露西德奥斯女士私聊 德奥斯提到准备国事访问期间 中国官员和英国驻华大使 举行会谈时发生分歧 中国官员集体提前离开会场 女王脱口而出 哦 运气不佳 他们对英国驻华大使非常无礼 女王的言论很不寻常 因为她很少在公共场合就政治议题发表看法 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汤家华牵头成立的政治组织 和智库民主思路 星期一公布一项民意调查 显示有约六成的香港人不认同本土即是港独 大部分港人也不认同暴力抗争手法 请看陈盘的报道 民主思路早前委托政策二十一 于二月中至四月初 以面对面的方式访问了一千零一十六名 十八岁以上的市民 深入了解他们对抗争手法 及本土思潮和政治改革的态度 调查结果发现 只有10.2%的人认同保护本土是香港独立 香港主流民意所理解的本土主义 与港独不是有直接挂钩的关系 或者另一个说法就是 绝大部分香港人对于所谓本土主义 他们认为不是代表港独的意识 我们香港人所关心的所谓本土的情绪 主要是希望维护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文化 尊重我们过去的历史的背景 也都是尽量令到港人可以优先 享用我们的资源 调查还发现主流社会不支持 以暴力作为抗争手法 在各个抗争选项中 号召使用冲击手段 冲击警察 使用武力分别只有7.9% 7%和6.9%的接受比率 民主16又认为 政改问题不解决 特企管制哪有根本性的改善 香港人是希望中央和香港一边 特别是民主派 是以一个无实理性的态度 去处理政改的问题 一个无实理性的态度 当然是包括 大家会有所进退 大家会有所取捨 我们当然是希望831 无论是框架或者里边的内容 大家都应该是可以百忙金记 去公开讨论 调查同时发现 巨多受访者认为 特首及主要问责官员 和中央政府 应该为去年 政改失败负上最大的责任 科学记者陈盘香港报导 中国大陆去年10月底 宣布结束 实行30多年的 一态化政策之后 台湾大学人口与性别 研究中心组长陈玉华认为 中国都市化生活形态未改变 又欠缺配套措施 想要刺激生育率 以减缓人口老化 恐怕徒劳无功 请看苗秋菊的报道 中国自1979年起实行一态化政策 除了乡村地区与少数民族外 城市夫妻只能生育一名子女 过时许多的妇女被迫堕胎 杀女婴事件屡见不鲜 性别比率更是严重失衡 2013年底 中国政府首先对上海 天津 北京 重庆等大城市 开放一态化政策 2015年10月底 宣布全面二孩政策 台湾大学人口与性别研究中心组长 陈玉华认为 中国的政策恐怕徒劳无功 陈玉华说 如果你现在去看上海的总生育率的话 上海应该现在全世界对低吧 上海 上海就是一个 上海就跟台北很像 或整个台湾的那种样子很像 就是积极努力进取工作的一群人 所有的人每天就是努力工作 可能20小时在工作 所以它基本上不会是一个 所谓生活悠闲舒适的地方 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它会不会优先去考虑 如何平衡工作跟家庭 我觉得不会 台湾科技部11日举行 少子化的台湾社会 对于未来人口与家庭的想象记者会 陈玉华表示 台湾总生育率为1.2 早期少子化的主因是晚结婚晚生育 不过陈玉华说 7080年代之后 那我们就会看到另外一个问题是 女性的教育程度开始提升之后 男性能不能接受一个这么聪明 可能也会赚钱的太太 那这个态度上面差异 可能是我们认为 男女两性不太容易去找到 他们认为合适的对象 那这个合适的对象 我想未来如果说当男女两性 大概在教育程度 还有工作表现上面都越来越接近 也可以相互欣赏的话 我相信情况会比较好一点 陈玉华也对蔡英文新政府提出建言 认为育婴留职停薪与津贴 一定要落实建议政府去了解台积电的政策 为何员工得以努力工作又能成家立业 每年贡献台湾百分之一的新生儿 并进而鼓励这种标杆型企业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 台湾民主国蓝帝黄虎旗 今年3月通过台湾文化部审议为国保后 国立台湾博物馆与悠游卡公司合作发行 蓝帝黄虎旗悠游纪念卡 一次重现历史上三款蓝帝黄虎旗版本 请看苗秋菊的报道 蓝帝黄虎旗为1895年甲午战争后 台湾巡抚唐景松和地方士绅 为了反抗清廷割让台湾 所倡议成立的台湾民主国国旗 在台湾民主国溃散后 蓝帝黄虎旗也被运回日本 藏于日本皇宫的镇天府中 后经画家高桥云廷依元件复制 送交台湾典藏 是台湾历史博物馆最早的藏品之一 今年3月10日通过文化部审议为国宝后 台博馆与悠游卡公司合作发行 蓝帝黄虎旗悠游纪念卡 11日开卖 台博馆馆长陈济明说 它象征了当时台湾的抵抗戈壤 它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台湾被制民的处境 以及当时日本政府 它殖民统治的思维 以及所谓的政治目的的特殊时代意义 10日的记者会现场展示了 高桥云廷黄虎旗某本元旗 林玉山版黄虎旗元旗 以及1895年蓝帝黄虎旗数位重建版 等三款的蓝帝黄虎旗 悠游卡公司董事长林向凯说 希望借由亚洲第一个民主国的历史 呼吁台湾民众一起捍卫民主与自由 林向凯说 所以我们选在总统就职的前夕来发行这个 一方面是要唤起台湾民众了解 自由民主是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 是一个台湾社会的公司 台湾民主国蓝帝黄虎旗 三月通过文化部审议后 加上康熙台湾渔图及郑成功画像 这三样台博管 郑管之宝一同并列为国宝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 5月20日 台湾民进党的蔡英文将宣誓就任台湾总统 本期的交分论件将会就台独与港独的话题 邀请两位嘉宾进行激烈的辩论 以三集播出 接下来请收看第三部分 那么台湾和香港的港独和台独的呼声 也是越来越高 特别是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 刘平先生请问您认为 如果中国民主化了 是否就没有台独和港独独的必要和可能性 或者换一种方式来问 就是中国如何才能避免台独和港独 好的 我想起来 美国有一个学者讲 他说中国民主化是台独 那现在可以加上港独的最大梦业 就如果今天台独 港独是因为现在起步比较晚 台独他因为他自己有军队 中央政府 这个几率比较高一点 虽然国际上大概承认的国家会 这个极其可数 好 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如果 这个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的话 这个国际间 大概矛头都是指向中国 因为你专制嘛 对不对 人家民主嘛 你对人家动武 国际上压力朝你这边 中国大陆如果是民主的 他向美国国会这样通过 然后要对台湾 哎呦 这个就麻烦了 对 鸦片战争我们都知道是一场 这个不干净的战争 但是它英国国会通过嘛 虽然只多七票 民主多一票就多 你就这个正当性的存在 所以这就是个大麻烦 但是这个反过来讲 港独和台独 它是应该是一个 这个对中国大陆 对北京当局 一个很大的驱策力 就让你紧张 那这个你 就好像今天 如果你始终不能对我 这个以礼相待的话 那老娘不结婚 也不要嫁给你了 可是在实际上的运作的时候 这个恐怕还是应该 保有说 我可以继续对中国大陆 发挥最大的影响力 我们刚刚讲这个经贸 这个是今天好的 台湾香港可能相对 处于弱势 但是我们从开始讲的 自由民主 我们这个一直 我们都知道这种理念 我们都讲这个是要 礼仪 在大陆也许失传的 在台湾在香港保存的很好啊 这个是台湾和香港 可以发挥的影响力 这个如果你一旦走向独立了 你还能不能对 整个中国发挥这样的影响力 我答应 我是有很大的疑问的 谢谢刘先生 郭先生 对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如果中国民主化了之后呢 对这个台湾香港地区的 他们希望能够独立的 这个权力还是要尊重 那采取什么方式呢 就是滚投 就每个地区的人呢 他们地位呢 由他们当地的住民 经过投票来决定 那到时候可以滚投啊 你们愿意加入中国 或者是你们邦连联邦 或者你们自己独立 都可以通过投票来决定 香港也是这样 我想那个时候 大部分的人呢 说不定还是要 维持在中国的这个里面 或者是邦连啊 都是有可能 就跟那个程云写的 香港城邦弄一样 他还是坚持在一个 大中华的这个城邦里面 一个联邦里面 他维持一个香港城邦的 所以就是说 刚才刘先生的观点 我也赞同 就是说 中国民主化对这个港独 台独啊 他们这个实际上是 起到一个阻碍 为什么人家独立 是因为你这个不民主 你专制 你天天渗透我们 天天武力威胁 我们几千个导弹 对着我们 如果你民主化了之后 可能很多人 就这个意识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会迫使中国呢 他来改变 他的这个专制的一个体制 当然了 就退一步 就是如果中国民主化 那他们独立不独立 那这个呢 还是要按照国际的普世的价值来 重重他们这个 自觉的一个权利 对 那么大家都知道 5月20日 即将到来 蔡英文将会担任台湾的总统 并发表就职演说 我想听听两位的预测 预测蔡英文总统 是否会承认九二共识 以及你们对他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想先听听刘平先生的观点 好的 他一再就是不接受九二共识 但承认有过这个九二的会谈 然后会谈中间大家有各自不同的观点 但是在节目一开始提到了 这个民进党和当年台独党纲 但是别忘了蔡英文一再讲掉 就是维持现状 然后他用这个中华民国宪政架构之下 所以我想这个就减少了大陆动物的口实 另外一方面就是 很多人也提出这样的担心 就是你不要让这个中国大陆 不管是当局或者是民间 觉得说自由民主最后他们就独立了 台湾也走的 香港也走的 将来新疆西藏 那就麻烦就大了 你这个相反的 我们正是可以给这个北京当局 一个很明确的讯息 就是自由民主 但是我们也未必就要走上独立 或者说正是因为自由民主 所以我们可以公开的讨论 到底独立还是不独立 那么这个你留在大中华的 这个叫什么邦联也好 联邦也好 或者是这个城堡之中 你就可以继续发挥这样的影响力 这个对 这个是从40年代 很多台湾的这个推动民主的人 我们也许没有时间多讲 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有这样的观点 他们愿意去把香港请兵 请这个国民政府 他要带着兵 跟着军队一起去把香港拿回来 这个不但不独立 而且要扩大中国版图 但是同一个时候 他们也是追求自由民主的 所以这两者之间本来就未必 本来就不必说是一定是这个被导相识 是的 郭先生怎么看 520的话 蔡英文呢 我估计他肯定不会承认那个九岸公事 虽然现在不断的这个威胁越来越加码 但是这个九岸公事这是一个分税领 他如果一旦承认了 那民进党就变成国民党了 包括他们党内其实还有很多的基本教义派 现在他们都承认就是1999年 他们的这个台独的纲领 就是台湾前都决一输 台湾是个独立主权的国家 但目前的国号叫中华民国 这种观点呢 实际上在这个民进党队 在绿营中呢成为一个共识 当然他们没有上升到 就是更加激进的那个深绿 就是2007年 他们提出来的这个正常国家决议书 他们认为台湾是个独立主权国家 但国号是这个台湾 实际上这个后者叫台独 前者呢叫华独 实际上蔡英文呢 实际上很大程度上 他是一个华独的观念 就是李登辉这个思想 因为他本身就是两国论的起操者蔡英文 他就认为这个台湾金马 是个独立主权的国家 是在此国号叫中华民国 所以他要坚持在中华民国 宪政体制下 而且他也在这个大选期间也说 就是说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中华民国也是台湾人的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的主权 他的外交空间都不能受打压 你就知道他实际上是坚持的 他的根源呢 还是一个两国弄 就是海峡两岸 两岸两国 一边一国 但是这个台湾这边的国号是什么呢 目前呢 是这个中华民国 所以他这种两国论思想呢 就会导致他绝对不会提 这个九外共识 他当然现在已经退了一步了 他就承认九外事实 九外会谈的这个事实 但至于你国共两岸的九外共识 他是不承认 他如果承认的话 那基本教育派肯定不喜欢他 最近的话 他们基本教育派对 蔡英文现在也有一见 说这个打倒第二个国民党 就是打倒民进党 因为他基本教育派一定要 催促他不能向这个中共妥协的 所以我觉得他不会妥协 对 好 谢谢郭先生 那么节目的最后 我想请两位分别做一分钟的最后的陈述 先请郭先生先来 今天这个话题是很有意思 就是台独港独 我觉得这种独立 民族自觉 著名自觉权 是中国人最缺乏的 因为我们长期以来都是大一统 大中国 中华民族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是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些观念我们要重新的梳理 而且我们要尊重这个普世价值 像联合国宪章 世界人权宣言也规定 就是公民他可以有改变自己国际的权利 在这种基础上 我们也要理解台湾香港人 尤其这些年轻人 他们台独的想法 港独的想法 这个实际上是一种言论自由 接受自由的一种表达 实际上也是对中国专制的 一种瓦解的一种方式 而且也会促成当地的这种反抗的力量 会更加的凝聚起来 所以我对他们还是表示理解 也希望中国的更多的民众 能够理解著名自决权 这样一个普世人权 好 谢谢郭先生 好 刘平先生最后一分钟 从亚萨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拿破仑 拿破仑他的父母亲是台独 科西加岛的科独 可是拿破仑知道 如果没有在整个的法国里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个科独是不稳妥的 所以后来他做了整个法国的领导人 当然最后他梦想后来的事实上成为皇帝 那他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的想法里是说 我要怎么样确保科西加的这种和平民主繁荣 就是我要成为整个法国的领袖 拿破仑个头不高 比邓小平好像高不到哪里去 但是他这个雄心壮志 其实激发了这个法国的这个自由民主和平 他这个叫什么 博爱 自由平等博爱 传遍了全世界 所以他来自于一个追求独立的家庭 但他脑子里面想到的是一个 真正让自己的这个家园能够稳妥的方式 最后这样的观念居然就传播到了全世界 台湾虽然小 但是台湾也应该有这样的气魄 这样的气魄就如果独立的话 这样的气魄就没有办法发挥他应有的效果 好 非常感谢六平先生 也非常感谢郭宝胜先生 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厅 也非常精彩的辩论 两位真的是巧舌如簧 风趣幽默 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 观看我们本期的交锋论件 也欢迎您登陆我们的社交媒体 进行您的评论 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加分论件栏目有关港独台独的辩论 到此就全部播送完了 请登陆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或者YouTube网站观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第一 打开手机上的相机应用程序 将模式转到视频模式 第二 将您的双手放置在手机的顶部和底端 并把手机横向放置 并点击拍摄 横向拍摄视频也是电视的基本要求 这种方式能拓宽拍摄画面 记录更多的信息 第三 在手机屏幕上 点击正在拍摄的人物或者是物体 以确保拍摄的高清程度 第四 尽量靠近所要拍摄的事件 人物或者是物体 尽管现今的智能手机摄像头 能缩放对拍摄物体的距离 但是过多依赖于这项功能 会让视频质量大打折扣 会出现视频不清晰 噪点过多等问题 第五 尽量少用摇摄 摇摄只在手机拍摄过程中 过多摆动从一个物体转换到另外一个物体 或者说有过多走动的拍摄 导致拍摄视频过于摇晃 拍摄过程中尽量多角度全方位拍摄 但要注意每个角度 每段视频至少保持10至15秒 第六 遵守视频拍摄排序原则 对每个事件 人物和物体的拍摄 包括近景 中景和广角的拍摄原则 在掌握了以上六个基本原则后 你就能拍出优秀的手机视频 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您登陆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浏览更多的内容 我是郭亚萨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